十几二十个人来敲我的房门 就强迫我立刻的搬离这里 大家好,我是史潘云 现在是大概半夜快十二点 那么我为什么还坐在这里呢 大家看到后面的房子吗 这是我在北京的一个工作室 在这里呢 我已经在这边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了 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都不认识了一个企业单位 就强制我要搬离这里 而且呢,是有十几二十个人来敲我的房门 都跟我撞看的 完了以后呢,就强迫我跟我的工作伙伴 要立刻的搬离这里 二话不说,把我门都拆了 各位,您看看我的头发 五六四五了几年 又很可怜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当年的装修费 这个拆迁费,搬家费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费,分数都没有 当时呢,我会来这里呢 是因为朋友介绍 我就发现了 高贝店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好 尤其是爱家真品工 就是我后面这种房子 周边呢,很多的饮食公司 后期,前期的制作公司都在这附近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食基地 我们当年来的时候,我们付了四十年的租金 他用了十年之后,现在呢,只因为退我们十年的租金 大家呢,有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 好像一般租约是只能租二十年,对不对 可是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呢 他的规定就是一定要付四十年的租金 那相关的条约啊,合同啊,什么的内容啊 都很规范啊 所以我们就乖乖的就付十年了 那结果现在呢,今天呢 居然跟我们说,哎,这些都不算数了 因为规划我们十年的租金 所以说呢,我今天在这里很无助的 请大家帮我想想,我该怎么办 还有我周边的这些邻居啊 啊,200多户邻居 大家该怎么办 得规划成违建法 提前呢,没有任何的公式 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这政策一出就是什么赔偿补偿都没有 退你们十年租金 现在就退我十年 你说,就你就退我三十年 现在的钱能跟十年前的前提吗 这是退钱和不退钱的这个事情吗 在中国啊,就是这样啊 你去找他理论啊 他跟你扯东扯西 然后你说这个违规,他就违规了 对吧,你说拆哪就拆哪啊 你经过我同意吗,对不对 而且呢,你说拆的时候 是直接带了二十多号武装分子啊 直接就把人家给强制隔离了 而且你拆人家的门 你干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呢,一上来就用武力 这就是什么 下马威 而且呢,石斑鱼说 不认识这帮企业单位 我一听到这儿呢 我都笑到无语了 这企业单位你要认识 你要能找到他 他过来就不拆你们家门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而且这个企业是在北京 天职脚下明目张胆的搞你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背后有高人啊 是吧 有优秀的共产党员撑腰啊 那不然你这里这么多影视公司 他难道就不怕把事情搞大吗 所以呢,石斑鱼向社会求助 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咱们呢,去看看他的抖音 这个原视频为什么删除了 因为高人要你闭嘴 你就得闭嘴 那上个视频呢,我就说了啊 红社会呢,可以让整个城市的人 瞬间消失 那让你石斑鱼,闭嘴有多难呢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啊 200多号影视公司全部禁言 你见到过有一个影视公司出来发声吗 所以呢,我只能告诉你 回台湾嘛 最简单了 开个玩笑啊 在中国呢,好赚钱的前提是 要与我党官员同流合污 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过很多白骨之后 你也差不多就到了食物的顶端了 但是呢,你必须记住 红社会的发展是淘汰制的 你下面一堆的豺狼虎豹 再找时机准备吃掉你 你看我们的喜爸 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吗 是吧 而喜爸的这种高处不胜寒 大家看到了什么 悲哀 所以啊,有钱赚 你也得有命花 那才是福气之人 对不对 不然咱们看那些前人啊 有明星 有高官 有大企业家 这群人赚到了钱 他享受到了吗 最后还是给人家了 该罚的罚 该消失的消失 所以这认证了什么 中国有句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就是这种想拆哪 就拆哪的模式 而且呢 他这里面呢 提到了一个 类似阴阳合同的东西 就是啊 这猪戒期限 他明明是只能用这个猪二十年啊 但一上来呢 就搞到四十年 那我相信石斑鱼啊 就吃哑巴亏的其中原因呢 就有他和人家签了这种 诸如此类的这种阴阳合同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吧啊 就红社会什么德性 大家也看清楚了啊 那我只想说呢 有些人他敢去大陆啊 要么呢 是他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要么呢 是这个不知者不罪 那要么呢 就是个狠人啊 有很强大的背景 那要么呢 就是一个赌徒 就我不知道啊 其他国家怎么样做生意 就中国企业这种拖欠式还钱 你要没有一个强大的资金流 和这种死缠烂打的 追债的这种脸面和决心啊 直接就把你耗死在摇篮之中 再加上时不时呢 碰到一个 类似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 恭喜你啊 瞬间就成为了一个富二代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吐槽到这里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